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0年的3月24号,星期二 那我们看到啊,今天这个盘面,是吧 高开,是吧,早盘的时候是大幅高开 高开之后呢,然后盘中啊,一路回落 是吧,到下午的一点半,一点四十左右 大幅拉起,再度拉起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走势呢 那我们看到啊,我们A股高开的原因啊 我想啊,主要是受这个 外盘的一个推动的影响 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各方的这个互盘的举措啊 一直没有 没有松懈啊,就是说 证监会啊,高层呢,近期也强调 我们A股呢,目前处于 国际市场上的这一个估值的挖地 是吧,另外呢,我们看到说 外盘呢,美国的这个道琼斯也好 标准普尔,包括欧洲的啊 各大的这个这个资本市场的估值 那么通过阶段性的暴跌之后啊 这两天呢,很明显啊 这个底部呢,已经非常明显 就是我认为是暂时的一个底部啊 就是外盘来讲 那么,互盘的举措不断出现啊 尤其是美联储啊 3月23号 昨天啊,他宣布了一个叫开放式的资产购买计划 呃,即本周每天都将购买750亿元的美国国债 和500亿元的这个美国的机构住房的 叫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是吧 呃,那么这个消息呢 呃,是非常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啊 他是 基本上可以说叫 叫什么呢 叫 呃,没有底线啊 就是说无限量的宽松 是吧 他这个 这种就是什么呢 直到 达到他这个稳定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和经济的目的 那么这个护盘力度是空前的啊 全几届这个政府都没有出过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救世措施啊 另外呢 这个 另外呢 这个美联储呢 还将为最近啊 呃,被大幅抛售的企业债 创设两个流动性的支持工具啊 然后就是美联储还要建立一个叫支持学生贷款 然后汽车贷款 信款贷款等等啊 这个出台这个措施呢 都非常的给力啊 另外就是美联储还要为货币市场 共同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是吧 然后还要宣布呢 商业贷款项目 对吧 一些商业贷款项目 他支持他的中小企业的贷款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昨天呢 晚上啊 呃,这个稳定金融市呢 是现货指数啊 他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说 呃,又探了一下底啊 探了一下底 那么探底完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接近于一万八千点 但是他的股指期货 我们看到啊,就是道琼斯的股指期货 其实已经接近到 无限逼近是一万八千点啊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一万八千点 不管是他的现货指数 还是说股指期货 啊,基本上是在一万八千点左右 啊,多空双方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啊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多空双方的一个平衡的位置 那么再加上当前的一些这个政策的 呃,一些扶持啊 一些旧,旧事措施 呃,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旧事措施 是吧 呃,那么 他随着他这个叫无限量的 这个叫量化宽松 是吧 他这个推出之后呢 后面还要有这个两万亿的一个 这个财政刺激的打招 所以呢 最近我们看到他这个这个旧事的力度也非常大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啊 实际上当前的位置可以说是 已经跌透了特朗普的底啊 就是特朗普上任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道琼斯的这个 他这个点位就在一万八千点左右啊 那么基本上就是特朗普任期内 到目前为止 他所带来的一个美国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涨幅 那基本上被这一波的杀跌 就已经完全的通掉了 是吧 完全的就被打掉了 打掉之后 那么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认为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什么呢 叫一个支撑点啊 支撑位 就这个位置啊 就是一万八 是吧 一万八左右 所以说呢 当前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 他必然会有一波反抽的啊 这么一个行情啊 就是他有一个技术性的修正啊 我们看到正好也是这个位置啊 就是当前 这个位置 是吧 这是外盘的情况 是吧 今天我们白天也看到啊 不刚是亚太市场大涨 而且呢 这个欧美的 欧洲的市场 是吧 今天呢 整个都是翻红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涨幅啊 韩国的这个叫 COSP200 是吧 它也是一个主要的股指 那么大涨了百分之九点一五 然后是这个新西兰的 然后日经指数 大涨百分之七 俄罗斯的是吧 然后我们看到是这个新加坡的是吧 然后等等啊 然后欧洲 我们看到下午啊 到目前为止 德国的瑞典的比利时的意大利的恒生指数 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香港的恒生 台湾加权指数等等 澳洲的等等啊 看这个基本上我们看到都是属于这种 属于一个大力度的强势的反弹当中啊 那么之前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我们这个A股大盘呢 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叫调整周期的收尾阶段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筑底筑底之后 是吧 有过一两天 尤其昨天呢 属于什么呢 一个右空啊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外盘全面走暖的情况下 这种刺激的带动下 那么同步展现了这么一波非常强势的反抽的这么个行情 那么从这个盘中来看 那么今天早上高开也是这个原因 当然盘中持续回落 呃 我呢 依然认为啊 当时我认为这个地方一定会再有一次回踩 那从结构上看啊 这个地方 最后的时间点啊 还没有到 但是如果 我说的话 最后的时间点在本周四的概率 或本周三 非常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啊 就是呃 可能啊 就是说一两天的误差 可能也会有啊 也会有 那么在市场的这种 这种 呃 呃 这种这种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啊 盘中的波动情况下 我们看到在下午的时候突然 武汉方面啊 出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就是武汉呢 呃 一直不是之前在封城吗 这次要解禁了 是吧 然后这个人们可以凭这个叫叫一些叫健康吗 啊 叫什么 他可以活动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我们看到是打打算在四月八号 是吧 完全呢 对湖北省 是吧 呃 包括武汉市啊 要要进行解禁 那这对一个市场的提振啊 这种信心来说非常大啊 而且这个时间点 刚好也是非常 呃 和我之前预想的啊 预想的这个时间点 也非常吻合 就是本周啊 本周要进行一个抄底的动作啊 那么这个时间点也刚好 那么尽管在理论上 我认为是在本周四啊 但是这个地方 反抽 呃 他这个底部呀 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震荡啊 震荡驻底的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的这个 叫什么呢 叫探底的一个 这么一根叫 我们把它叫一个什么呢 你你把它叫一个叫垂头线 是吧 垂头线出在顶部 呃 出现在底部 他就是向上 出现在顶部呢 是向下 是吧 一般来讲 这个K线呢 是这个呃 要即将上涨啊 展开上涨的这种啊 迹象也已经非常明显啊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中来看呢 我们看到 涨停板呢 有期来加 但是同时也不要忽视啊 这个跌停的 对吧 也有十多家左右 是吧 那个分化呢 也造长啊 也造长 今天呢 科技板块总体 尽管是反弹了 对吧 但是呢 它的力度 依旧比较弱啊 呃 今天的主要的 这个涨不把呢 我们看一下 是在黄金概念 呃 然后包括这个猪肉啊 包括这个汽车 有色 保险啊 然后包括酿酒 工程机械 煤炭 家电等等啊 这里面基本上涵盖了 这个呃 大金融板块的 包括保险啊 包括大消费里边的这个呃 家用电器呃 食品饮料等等啊 再一个就是说周期股里边的有色 是吧 呃 然后啊 包括这个汽车 呃 这个这个新能源车啊 新能源车为主的汽车板块 是吧 那概念板块当中呢 今天涨幅最强的就是黄金概念 为什么说黄金黄金概念这么强呢 我们看一下呃 最近国际金价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呃 国际金价啊 那么到今天为止啊 我们看到是金价呢 还在延续强势啊 上行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最近金价呢 接近前低是吧 在前低是1450点附近是吧 在这个位置 对吧 他触底触触底对吧 触底之后来来一波奇距的啊 这么一个反弹的动作 当然这个涨幅非常大 那么对个股来讲 尤其是对我们A股的黄金概念股来讲啊 这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是吧 今天我们看到刚刚黄金概念股是呃 7家左右啊 7家左右涨停的啊 那么到目前可以说是大盘的成交量啊 我们看一下跟前几天相比较而言啊 这个位置 那我们把成交量调出来啊 我们把成交量看一下啊 基本上还是持平的是吧 呃目前的这个量能啊 基本上是萎缩到了像春节 呃前啊 春节前的那个那个相对的低位啊 那个位置 那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我认为在进行缩量啊 持续缩量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那么这个位置起稳之后可能从小师级别看啊 呃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 已经啊 比较啊 具备这种什么呢 呃底部的特征啊 之前我跟大家讲啊 不管是从这个技术形态 我说2646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底 后面呢 应该再有一次回踩 对吧 双脚落地 那才是非常稳当的 所以说呢 目前这个位置啊 呃作为股指来讲 呃再向下的空间已经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今天我观察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板块 就是我们说的券商板块啊 我们看一下证券板块指数啊 我们先从板块指数看啊 基本上啊 照当前的位置来讲呢 其实呢 呃这个 我们用一些传统的啊 最传统的一些指标看啊 KDJ或者MACD是吧 都非常明显 那MACD呢 60分钟周期 它已经出现底背离的迹象 是吧 底背离非常明显 那我们切换到日线下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日线下面的柱状线也在逐渐的缩短 而且呢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是一个单针探底的形态 对吧 而且这个位置啊 我们我们可再放大啊 放到周线下方 呃周线下方呢 这个也是啊 非常明显的一个叫看涨形态 怎么说看涨形态呢 我们看到之前是一个大阴线 是吧 今天出现 这周到今天为止啊 它出现一个小阳线 而且小阳线的K线的 它的一个实体呢 是涵盖在大 呃的这个 长的下影线里边啊 长的下影线里边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啊 我们把它叫呃 用线形态啊 用线形态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叫啊 叫拇指线形态啊 有的人喜欢叫拇指线啊 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说拇指线形态 这种拇指线形态呢 出现了相对低位 后面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一个看涨的形态啊 应该是看涨的形态 所以说今天呢 我认为券商股啊 已经到了可以抄底的时候了啊 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呢 要充分的重视啊 重视这次机会 那么其他的板块啊 像这个之前呢 调的比较凶的 科技板块 我认为还差一点点 这个火候啊 还差一点点 这稍微稍微呢 再等一等啊 等一等 基本上指数啊 到目前为止 从空间上或时间上 已经非常非常逼近了 中线抄底的这个时机啊 呃 接下来呢 就希望啊 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抓住啊 这下一波的这个行情啊 那么这波行情 我认为赚钱效应啊 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个股这个普遍的 这种叫 超跌之后的反弹的机会啊 这个机会也是非常多啊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儿 谢谢各位啊